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兰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这一集呢说些啊故事 挺有意思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 一名自认是犹太裔的华人女子去以色列当兵 结果在军队啊被轮爆了 你爱以色列以色列爱你吗 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啊 梅西这个事情闹得轰轰烈烈 梅西的核词共振结果显示他没有受伤 梅西在日本一下飞机乐呵呵笑咪咪 这次美斯彻底伤了香港人的心 同时也把中国球迷心给伤了 所以老兵就说过 人家为什么今天对你这么老逼 因为你的无脑的铁 你要知道他是什么 他是角 你是爷 你捧他 他今天跟你玩的是什么 他今天跟你玩的叫做 你们在政治上给我表现的不是很好 他在对抗中国政府对抗香港香港的港府 你们搞过案发 不好意思 爷今天不高兴 爷是佩雷斯梅西 我是犹太人 我是可萨人 明白吗 你们他妈的你们的政府在支持他妈的巴勒斯坦 我给你们提球啊 我和此共争没问题 我就是不想上 他说了我感觉就是不舒服 我就不想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再把他们的这个一个屁股两个花了的花了给这样掰开 这样子觉得他妈舔 而且是他妈刚上完厕所 掰开 这样子觉得他妈舔 人家就是没收你喜欢他的权利 你喜欢我是不是 你们这么傻逼五千块钱一张票买过来看我是不是 我现在没收你们你们的喜欢 你们算他妈老几啊 你们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西方的一些品牌 频繁在中国搞这种恶心灵的事 就像保时捷 他们也会这样搞的 你买马堪2.0T的 保时捷自己搞活动说 我们邀请所有的保时捷车主 但不包括马堪2.0T的车主 是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比赛的 这个新车的这个发布的和试试试试驾的 你就是买一个套颗Q5 你就是为了这个牌子来买我们车 我们不能够让你喜欢 这种事情 就是他们一种傲慢的一种营销 为什么他们今天这些品牌 这些球星明星 能对你中国人 两岸三地的所有中国人 华人能如此的傲慢无礼 就是你对他们太好了 无脑的舔 所以老妹说过 两岸三地的朋友们 别再把他们定钩子给掰开了 叫他妈去舔 真他妈的令人觉得恶心 人家不爱你们 别舔了 还有这个女的去以色列 一名这个女的 她应该是河南的吧 这个女的河南 她认为自己是有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血统 河南的地方不是有一些犹太教堂吗 她这个女的 她也去以色列 去当兵 去报效她的犹太祖国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在部队里面 被这些兵给轮爆了 怎么这么作践自己 这么他妈的低劣 劣度如此之低啊 还有这一次 这两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事 共和党 美国共和党的记者 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60分钟啊 的专题节目 记者专门到美墨边境 去采访这些走线的中国人 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走线啊 你们知不知道 美国现在在这个国内的情况 是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美国的社会的情况不很好啊 然后那些老墨 他们来走线 是因为老墨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房产 没有自己的家 没有找不到工作 生存不下去了 墨西哥人到美国去 越越近过去 他只会在加州 亚利桑那这一带待一带 他不会去别的走 因为他要随时随地的 从这里越过国境线回回家 他们在这里只是打工 挣点钱 攒点钱 攒到一定的数额 头也不回的 就头也再也不会回头 看美国了 很多人他都会走 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就业机会 他们生存环境很恶劣 墨西哥的治安 非常的糟糕 政府非常腐败 啊 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人伦的地方 啊 对吧 而且黑很多城市是黑帮控制的 所以很多人他啊 不加入黑帮 他就没没饭吃 没饭碗头子 那人家到美国去 那那那他那个记者 我看那个这个这个记者 人家在采访说 问这些走线的中国人 你们在中国都是变卖房产 你们把资产都清掉的过来 用着给舌头这笔钱 过来走线进入美国 你们为什么要进入美国 连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明白 你们要来美国干啥 美国现在很糟糕 这帮傻蛋 他们就 说他们信仰美国 美国人都不信仰美国 他们中国人 在中国有房产 有的有的还还不错的工作 他们就想进入美国 还有的说 还有的中国无知的傻逼 他带着 这种母亲带着自己的子女进入美国 说进入美国要去美国上学 你没有身份 怎么给你上学 对吧 而且很多中国人在进入美国的这个过程当中 被墨西哥黑帮洗劫一空 身上的钱 钞票 全部被他妈的扒干净 弄干净 抽干净 什么都没有 你就算 人家就讲 你被美国黑帮洗 被墨西哥黑帮洗劫的这个钱 都 这笔钱都够你 在美国生活个 几年了 有的人身上 带着这个巨款 到美国去的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神经病 所以我说过 你今天对老外的乐爱 成本太低了 你这样子去走线 三万七千人抵达美国 在美国没有活干 打了黑工 被剥削 女的被强暴 从走线的一路上面 很多女的都要被轮奸的 都要被强暴的 然后就是要去美国 神经病吧 人家这个电视台 这两天这个事情 引起了这个高度观众 一个轰动 因为美国老百姓也很好奇 这些走线的中国人 中国不是第二大经济体吗 怎么这些人要来走线 然后他们的记者也很好奇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美国 因为他们知道黑人 和这种老末他们过来 他们是真的自己国家 或者自己生活的那个地区 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老兵去过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 有些南亚东南亚 你离开中国 你去这些穷国家 南亚东南亚去非洲 南美洲 中美洲 这些地方 它不像你在中国国内一样的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会秩序 虽然说中共 它管的也太多了 但是它保持着一个 基本的一个秩序 你可以去 在一个无害的环境之下 你可以去挣钱 你可以去存款 你可以去购买房子 而这些国家 它大部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它没有工作机会 生存环境恶劣 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他们要到美国去 打最低端的火 挣个两三千美元一个月 挣个最多笔钱 然后寄回家里面去 养家糊口的 给家里人他寄回去去吃 之前做我节目 我不是跟一个乌克兰女孩 阿丽娜一起做节目吗 乌克兰女孩跟我讲 她每个月要给她妈妈 她的弟弟和她的妹妹 寄五百美金回去 在中国 她做这些模特什么的 赚了这个钱 要寄五百美金回去 让他们在乌克兰 现在不是在乌克兰 现在他们是在躲避战乱 现在躲到了她外国家去 在保加利亚 他们躲到了保加利亚去了 五百美金就可以生活 保加利亚还是个欧洲国家 还是个北约国家 五百美美金 他要寄回去的 在墨西哥也是 也要五百一千美金 寄回墨西哥去生活的 那你这些中国人 美国人都很好奇 这些走线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都很震惊 这些人居然有房子 很多老末都很震惊 我的这些在中餐馆 那个垃圾的垃圾一样的 那个厚处里干活的中国同事 原来在国内都有房子 把房子给编卖来美国 他们都觉得很震惊 不可思议 所以老兵讲了 你说你说你这种无脑的 乐爱这种老外 你一定要明白 即使你乐爱老外 你他是个角 你是爷 搞搞清楚 你看看这些什么美西 美西到中国来 他在中国现场发布会 他都是睡着的 他之前 日本地震 他都是捐款的 他这个人有的非常浓重的 意识形态的 他是个可萨人 美西是个可萨人 你搞清楚 不要在那里再给我 美西进一个点球 这个不是我模仿的 百分之百的 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个人 他就是这样子 美西进一个点球 他发出这种声音 庆祝 双脚 想跳 他进了一个点球 进了一个点球 有这么高兴吗 所以这几个案例 老兵都告诉各位 分享给各位 像以色列去当兵 这个河南的这个女的 对吧 你在河南 你会被他妈强暴吗 不会 在中国强奸是很严重的罪 他妈十年起步的 你想强杆人家女的 就是十年起步 不跟你开玩笑的 但在以色列 他被当作金棚子 被这样被轮暴 那些士兵本来他就是 非常的这个 非常非常的饥渴 战争压力又很大 你过去当女兵 你他妈是军纪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这种人家 现在被他妈 尖了 痛呼流涕的 你爱以色列 以色列爱你 你爱美斯 美斯爱你 你爱美国 美国爱你 你爱日本 日本爱你 你爱英国 英国爱你 什么年代了 还有台湾人 他不是很喜欢日本吗 但是台湾人在日本 到底遭受到了 什么样的一种待遇 对吧 这两天有一个 日本的一个歌星 到了台湾去 说他来到了中国 民进党连屁都不爱放一个 那个王志安过去 只是对他们的这种选举方式 产生了点意义 马上就他妈那个逼的 把人家给五年不得路内 所以老兵就讲了 你他妈的爱 爱这些 他们爱你不爱你 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 你们这些走心的人是傻逼吗 很多美国人自己 我在网上经常看 你们自己在英文频道去看一看 很多洋妞 外美国的洋妞 或者说洋枪洋弹 都在发视频 在那里哭 找不到工作 没工作机会啊 没工作在哭 你他妈就跑过去 一个一个论物 还有的跑到以色列 我有犹太血统的 我有高贵的犹太血统的 然后去了以后呢 狗里马上 在部队里面被干了吗 是不是 对吧 香港很多人花五千块钱去看梅西 还有的甚至在球场 那个香港那个体育场 旁边不是有那个悬崖吗 有有两 有些人还趴在悬崖上面去看 要要要要看美斯 美斯在那里 他在日本他要是上上 我告诉你 你妈那个逼 你们这帮货 全部去积极自杀吧 如果还爱啊 如果不爱了 浪子回头经不换 如果还爱啊 你妈妈必须去自杀吧 这是一个商业诈骗 彻头彻尾的商业诈骗 有什么这种到中国来替表演赛 有什么好看的 我操 对吧 他这是 他这玩意是什么 你们这么热爱我 我就不上场 我没收你们的热爱 打击你们的热爱 对吧 反正他妈必 我不喜欢你们 你们赚了他妈的花钱 碰我臭脚 对吧 然后还要去加入这个乙军 被他妈轮爆掉 爆了他妈 我估计下面 我估计两个洞 全部被爆了 都是他妈血 都是他妈冒出来了 还有那些走线的 人家美国人都觉得震惊 你们那妈的傻逼啊 你们来走线 所以说中国人 为什么在国际上 这些人也连累了 我们受到尊重 懂吗 因为他们这种 无脑脑残的这种行为 日本好好 我要去北欧神话 斯坎迪亚维纳半岛 那你好好 我要移民到芬兰去 还有人在网上说 叫你去移民到芬兰 哎 叫你移民到芬兰去 说芬兰是很OK的一个国家 我要让你骂个逼啊 那赫尔兴基 他妈的你找不到 一家商量的 能吃饭的地方 哥去过赫尔兴基 去过芬兰 你他妈还移民到芬兰去 那个税他妈吓死你 我操 还要去挪威 挪威的森林 真他妈逼 够他妈傻逼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